60年,人民空军炼铁一神剑,驻蓝天长城,从国土防空到工防兼备,60年,人民空军不如使命,与共和国同进,实现更高跨越,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60周年,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提供今日关注,推出特别节目,人民空军 从国土防空到空天一体攻防兼备,从今五到第四代隐形战机,中国空军60年在观念和装备上发生了怎样的转变,未来中国空军又会有哪些新装备闪亮登场,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空军加速推进,正由国土防空型向工防兼备型转变,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跨越,由航空型向空天一体发展,提出了空天一体工防兼备的战略要求 那么中国空军60年在观念和装备上都发生了怎样的转变,未来的中国空军又会有哪些新装备新思想来捍卫祖国的领空 就这期话题的今天我们演播室呢,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做解读,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,一位呢是空军指挥学院的教授乔梁少将,你好 你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